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纷纷劝他 考虑清楚再决定 直到阿宝穿上婚纱了 他们都还问阿宝想清楚没 阿宝已经想清楚了 他信任佳华 因为佳华一说结婚就去付了房子的首期 可姐妹们说 付首期不算什么 到时候还要供楼呢 阿宝说他已经打算好两人一起分担了 阿宝相信他一定会很幸福的 很快 伴郎团又和伴娘团又差点打起来 阿宝说再少就要耽误注册时间了 一群人才敢去登记处 两人就这样结婚了 佳华在喜宴上喝醉了 阿宝照顾着他 佳华妈妈带着一个冰客过来了 这是佳华的青梅竹马姐姐 Jesphie 她是佳华小时候的邻居 还给佳华补习过 佳华很喜欢这个又高又漂亮的姐姐 还为了她去学游泳 阿宝在KTV做事宜 一次夜班 一个女顾客让她帮忙配合做成戏 女顾客假装喝醉了 让男朋友来KTV接她 再让阿宝指引男友进来 接着给男友一个生日惊喜 阿宝看着这对甜蜜的情侣 很是欣慰 下完夜班 佳华就会在车站接阿宝回家 两人打情骂俏 阿宝不小心扭伤了脚 佳华就背她回家 这周末 佳华的兄弟要来家里看球赛 可阿宝也约了姐妹上来打麻将 所以 阿宝让佳华他们换个地方 佳华有些闷闷不乐 阿宝则撒娇倾台一下 让她消气 并答应她 以后自己会帮忙叠好被子 佳华便很快消气了 佳华和几个兄弟一起开宠物店 但生意惨淡 既然使尽各种花招推业务 还推出了一个 宠物并移一条龙服务 并通街宣传 佳华负责派传单 很怕遇到熟人 兄弟则说 遇到熟人总比没钱吃饭要好吧 于是 佳华继续硬着头皮去发传单 果然遇到了一个熟人 JESPHINE姐姐 JESPHINE是专门来探望佳华的 她让佳华直接叫她名字就行 不用嫁姐姐儿子 佳华顺便请JESPHINE吃饭 两人在公园肯汉堡 提到了那天的婚礼 佳华说有机会 要介绍阿宝给JESPHINE认识 JESPHINE给她抹掉嘴边的酱汁 并说 她都当别人丈夫了 应该学会整洁点 阿宝和佳华去逛街 阿宝被旅行社 一个七天日本游的优惠活动吸引了 而佳华刚好收到了 JESPHINE问候的信息 阿宝撒娇说 希望能以这七天日本游 作为度蜜月旅行 她还想去看雪 弥补一直没看过雪的遗憾 但佳华拒绝了 因为他们已经说好 今年努力赚钱还钱给爸妈 明年再度蜜月 可阿宝说 爸妈没急着让他们还钱 但佳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但阿宝离开了 阿宝问 刚才的信息是谁的 佳华说 是那天婚礼来的JESPHINE发来的 阿宝想起了那天佳华喝醉了 JESPHINE让她去冲杯热茶 给佳华解酒 阿宝一出来 就看到JESPHINE在照顾佳华 从一见面开始 阿宝便对JESPHINE产生了敌意 回到家后 佳华和JESPHINE发短信聊天 很是亲密 JESPHINE撒娇着 让佳华下次请她吃饭 佳华答应了 让她有空打电话过来 佳华打给阿宝 问她下班没 因为阿宝答应说 下班陪她吃煲仔饭 但阿宝说 要去陪姐妹打麻将 佳华有些失望 说她待会也要去兄弟家看球赛 一挂完电话 JESPHINE就打电话过来 请佳华帮忙 佳华立刻飞奔过去 另一边 阿宝和两姐妹下班时 刚好碰上一出好戏 上次准备生日惊喜的 那对情侣分了手 都找了新欢 并冤家路窄 当面开私 很是精彩 原来JESPHINE发现男友出轨了 两人发生争执 佳华帮JESPHINE解围 JESPHINE拉着佳华离开 她的男友也没有追上来 他们来到海边 JESPHINE问佳华 记不记得自己走了多少年 佳华记得很清楚 JESPHINE离开了七年零九个月 JESPHINE说 当年她的爸爸心脏病离世 银行来收楼 她才知道 爸爸的生意早就出了问题 一个月前 JESPHINE发现男友和她的秘书出轨了 但她依然没有察觉到 就像当年 她没察觉到爸爸生意出了问题一样 她问佳华 为什么那么早结婚 佳华说 因为喜欢阿宝 JESPHINE却说 喜欢是有欺欠的 两人又回忆起了 当年一起吃过的糖 背过的诗 此时 佳华的电话响了 是阿宝打来的 但佳华没听到 另一边 阿宝打电话查岗却没人接听 姐妹们很为她担心 于是 阿宝打给佳华的兄弟阿里 问他们有没有和佳华在一起 阿里集中生智 谎称佳华去厕所了 并急忙挂掉电话 姐妹们不信 让阿宝再打 阿宝打给佳华的 另一个兄弟阿兰 阿兰此时正在地铁上 也谎称佳华去厕所了 赶紧挂掉了电话 阿宝听出端倪 觉得不对劲 赶紧拉着姐妹们去捉人 佳华刚送JESPHINE回家 就接到了兄弟电话说 阿宝找他 好在几人早就串通好了 只要兄弟女友找人 就说再上厕所 佳华赶紧回去找兄弟 买好啤酒 零食 打扫工具 并飞奔回家 电梯刚好在施工 他们只能爬楼梯 23层楼 其实 电梯没坏 只是一个小孩在做恶作剧 等阿宝和姐妹们到来时 电梯就好了 他们进了电梯 刚好一个外卖员也进来 外卖员因为忘记戴隐形眼镜 将电梯楼层都按了遍 姐妹们受不了 将外卖员推了出去 此时 佳华和兄弟们正在用生命爬楼梯 上气不切下气 外卖员爬楼梯偶遇他们 好心提醒 他们的女友正在上来 本来没有力气的三人 飞速赶到家 立即伪造现场 假装在喝酒看球赛 此时 早就准备捉人的姐妹们 刚好来到现场 最后几人平安无事 逃过一劫 阿宝连忙逼问 佳华刚才去哪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佳华说 刚才他们去吃火锅了 吃完就上厕所了 没接到电话 双方兄弟姐妹都帮枪护怼后 争执再次平息下来 兄弟们看球赛 姐妹们打牌 而阿宝和佳华对视经验 都相互躲闪着眼神 各怀心事 佳华接到Jesvin电话 对方生病了 佳华立刻赶过去 Jesvin在呕吐 佳华赶紧进门照顾他 Jesvin弄脏了衣服 让他帮忙拿睡衣 还让他帮自己换上 佳华强忍着不看Jesvin 还是不小心看到了 他还帮Jesvin洗衣服 打扫房间 做好家务 回家后 他在门口看到了 阿宝准备的一堆 派利德和文字直译 阿宝为他煲了汤 等他回来喝 佳华很感动 包住已经休息的阿宝 阿宝专程来接佳华下班 又带他去旅行社 准备报名那个日本七天游 刚要刷卡时 佳华又阻止了他 阿宝说 现在是最优惠的时候 不去就浪费了 佳华还是不肯 因为他们说好 要还钱给爸妈的 阿宝激动的说 他可以出钱请佳华去 佳华也毫不退让 指责阿宝任性 不尊重他 每次都让他迁就自己 两人吵了起来 佳华和中介说 有没有中山珠海蛇口便宜游 还说明天就可以去 他是故意要起阿宝的 阿宝气得要哭了 转身离开了 佳华意识到不对 冲去追阿宝 并向他盗窃 阿宝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家门 不听佳华解释 两人又吵了起来 阿宝让佳华 有种去找他的Jazfit 其实 阿宝早就发现了 两人在用短信聊天 而且关系亲密 内容肉麻 佳华解释说 他们之间没发生什么 但阿宝一口咬定 他出轨了Jazfit 两人僵持不下 没理想了 佳华的爸妈 带着一群 从广州来自由行的亲戚 上来了 阿宝立刻收拾好了 行李箱 招呼客人们 但两人还是在冷战 他们带亲戚去酒楼 还要等位很久 佳华问阿宝生完气美 阿宝还没气完 并说 待会会收拾好行李 去姐妹家 下周找经纪卖楼 其他事情 会找律师处理 佳华还没缓过神来 前台叫到了他们的胃 阿宝通知亲戚们 此时 佳华大声问阿宝 是不是想离婚 阿宝回答是 空气凝结住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分手后 佳华在杰斯芬楼下喝得烂醉 被杰斯芬接回家 佳华说 阿宝说杰斯芬喜欢她 可这怎么可能呢 但杰斯芬说 她真的喜欢佳华 并吻了过来 两人就这样发生了关系 佳华神不守守地回到家 发现阿宝回来了 竟像没事发生一样 热情地打招呼 还给她煮了煲仔饭 佳华逃避着阿宝的眼神 并坦白了 她答应离婚 阿宝听完后 手中的碗摔到了地上 她一边剪碎片 一边念叨着自己总是打碎东西 并泪如雨虾 阿宝崩溃了 跑了出去 在大街上无助地哭了起来 佳华也重去追她 阿宝来到了表姐家 其他两个姐妹也前来支援 为了拯救颓迷的阿宝 他们开了麻将桌 准备今晚打个痛快 阿宝果然很快振作起来了 佳华来到杰斯芬家里 一直在打阿宝电话都打不通 一旁的杰斯芬很是无奈 阿宝在KTV又看到了 上次吵架的那对男女 这对痴男阅女分手又复合又分手 不知何时是个痛 阿宝说 佳华现在还是每个月定期供楼 姐妹看出了 阿宝其实不想放手 并安慰她说 如果不想放就别放了 此时 KTV正抓住了一个偷厕纸的变态 阿宝独自去吃宵夜 一个男人凑上来 说要和阿宝平桌吃火锅 阿宝答应了 后来 他认出 这就是刚才在KTV偷厕纸的变态 立刻准备报警 男人拿出了名片 解释说 他不是变态 只是造厕纸的 为了做质量监控 才会去KTV检查厕纸 然后让公司销售去做推销 接着 他还给阿宝推销了自家公司的厕纸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阿宝又去旅行社 问还有没有那个优惠的七日日本游 店员说已经取消了 而且 这个优惠团都已有半年之久了 现在加三千块就能参加原项目了 但这个项目 没有包括迪士尼友 阿宝感到很失落 店员问他 为什么这次没有和先生一起来 店员又推荐一个超值东京五天游 可里面又没有泡温泉和滑雪 还是不符合阿宝心意 阿宝只想参加那个优惠的七日日本游 店员不耐烦地说 优惠的东西总是一时有一时无 否则就不叫优惠了 阿宝只能离开了 不一会儿 佳华来了 他问了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那个优惠的七天日本游了 店员更不耐烦了 说你们两口子怎么问的都一目一样 佳华很惊喜 问阿宝也来过吗 店员说 人就是想去的时候不去 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可这个世界是不等人的 最后 佳华也失落地离开了 阿宝和姐妹们在超市又遇到了那个测纸男 他挑了一堆测纸准备研究 姐妹们尖叫遇到了变态 阿宝则跟他们解释 这是个正经人 但测纸男又要长篇大论阶级推销了 于是 阿宝拉着姐妹们赶紧离开 离开后 姐妹们调侃阿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男的 还说 看得出来 他对阿宝有意思 阿宝只当他们是开玩笑 阿宝发现今天是15号 是佳华的生日 下班时 他特地约姐妹们 但他们都有约了 阿宝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厕纸男打来的 约阿宝吃饭 阿宝很快答应了 赶紧回表姐家换衣服 发现房间里一片狼藉 衣服都被烧了 表姐说 今天进阿宝房间 猪感冒茶时 不小心着了火 把阿宝房间烧了 一转头 表姐又将雪糕 送到了阿宝衣服上 阿宝只能穿表姐 风格独特的衣服 出门约会了 阿宝也知道 自己的装扮很搞怪 可偏偏就在这时候 他和侧纸男 遇到了佳华和Jesfin 场面一度尴尬 侧纸男和Jesfin 都失去地走开了 家伙问阿宝 为什么穿成这样 阿宝说是贪图新鲜 还说刚才那个男的 是他的新男友 Jesfin回来了 拉着佳华离开了 之后阿宝约会时 一直闷闷不乐 侧纸男送他回家时 他又在路上扭成了脚 于是 侧纸男带他回自己家 擦爹打酒 侧纸男说 家人都移民了 只留他一人在香港 爸爸在加拿大 开爹打馆 所以他也有两下子 就把阿宝的脚治好了 接着 他又掩饰了 如何将一张旧报纸 做成新纸 并将那张纸送给阿宝 告诉他 做人也可以和旧报纸一样 重新来过 阿宝也坦白了 刚才见到那个是他的老公 过了十二点 就是他的生日 所以 阿宝想十二点再回家 另一边 Jasmine正陪佳华过生日 佳华许了愿 并不是和Jasmine相关的 令他很失望 佳华走开时 收到了阿宝的祝福信息 他便回复了一句 谢谢 阿宝上班时发现 绿绿痴男月女 纷纷和和和又复合了 姐妹阿文说 现在的人总以为 自己在KTV有一首主题曲 拍拖时唱 分手时唱 但唱来唱去 不就是那几首歌罢了 阿宝听着 也感慨良多 Jasmine突然要离开香港 去伦敦 她要和佳华分手了 佳华想挽回 最终 两人还是和平分手 原来 Jasmine又和上次的男友 附和了 她和佳华说 去找一个真正喜欢的人 而且她知道 这个人不是自己 Jasmine就这样离开了 其实 她只是让前男友 配合自己做一场戏 她主动离开佳华 是因为她从佳华眼神读出 她真正喜欢的人是阿宝 佳华又回去找阿宝 却发现 阿宝和上次那个男人在一起 她只能转身离开 阿宝辞职了 策指南专程帮她搬东西 阿宝准备转行当空姐 因为她想趁年轻 去看看这个世界 策指南暗示阿宝 她不舍得阿宝走 但阿宝假装听不懂 让她尽快找个女朋友 或者养条狗 排遣无聊 于是策指南真的听阿宝话 去宠物店买狗 却刚好来到了佳华的宠物店 佳华认出了 这就是阿宝的男友 并故意呛声鼎撞人家 策指南选中的那只狗 正好是佳华之前带回家后 被阿宝勒令带走的那条狗 因为阿宝对狗毛过敏 她还说 即使有一个又有钱又英俊的 养狗的男人追她 她也不会答应 佳华想到这儿 立刻意识到 阿宝没有和策指南在一起 于是 她立刻冲出去 准备追回阿宝 她又在路上偶遇了阿兰 便上了她的车 谁知阿兰说 要先去接女友 差点耽误了佳华的时间 幸运的是 佳华找到了阿宝 此时 阿宝正赶时间去机场 佳华努力挽回阿宝 说 知道她没有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她也没有和Jesfin在一起 阿宝停住了 她很生气 佳华需要她时就留住她 不需要时就抛在一边 凭什么她没有做错事 要给做错事的人一次机会呢 阿宝招手较低事 偷也不回地离开 佳华又打回忆牌 说起他们以前相识的事情 佳华当初对兼职 做图书管理员的阿宝一见钟情 并为了她去应聘图书管理员 可一入职 阿宝就辞职了 佳华偷偷将阿宝的证件 揣进裤兜 一次 阿宝回来还书 两人再次遇见时 都认出了对方 就这样相识了 佳华说 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但他保证 自己现在最爱的是阿宝 并拿出当年那个证件 在背后还画上了两人的想象 佳华再次请求阿宝给他一次机会 阿宝心软了 答应他 要是他现在能送阿宝准时去到机场 就答应他 佳华转头找阿兰 阿兰却离开了 于是 他打遍了手机里能打的电话 帮忙叫低事 还急得哭了 阿宝彻底心软了 两人又和好如初 后来 他们终于去了那趟 错过的七天优惠日本游 佳华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Jespin的 他说很想念佳华 佳华回复了一条 我也是 阿宝写完早出来 进了房间 佳华趁他不注意 将短信删了 而此时 阿宝也偷偷地拿出了 册子能送他的那张信纸 写信给他 为了不被发现 还关上了门 这是叶念琛导演 由方立生和邓丽心主演的 《爱情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独家是爱》 佳华和阿宝 是众多情侣的缩影 还没想清楚就步入婚姻 又因各种背叛 猜忌 不安 而草草收场 男人往往是最先犯错的那一方 而女人容易相信 愣子回头金不换的谎话 以为可以用包容和原谅 换来男人的忠诚 实际上 背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 因此 这一系列的《爱情三部曲》 最经典之处 都是他们的片尾 这对情侣的感情 一旦出现了裂痕 裂痕便会越来越扩张 无论结局多么完满祥和 都掩盖不了 两人早已心怀鬼胎 互相欺骗 与粉饰太平的残酷真假 这便是爱情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